Hello大家好,我是上次说过 夏天马上就要来到了的Maurin 那其实除了洗澡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 关键词 就是减肥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 尤其是我的小姐妹们 你们都应该知道我的痛处 我本人往来没有打赢过 但也不会停止我这个夏天 重新打这场战的纪念 上前两天我在刷网的时候 然后看到了这幅图 除了它戳中了我奇怪的笑点之外 我发现我可以谈一谈 中国式和美国式减肥之间的差别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有的跟健身有关系的东西 虽然我是个失败的胖子 但是这东西是好东西 OK Let's get started 首先从运动来讲呢 咱们国内的女生 比较追求的是纤细的美 大腿之间又有缝 裤子上 肚子上 肚子上又有筷子线 骨感就是性感 所以我发现咱们国内女生呢 去运动大部分都是做更多的游养 跑步啊 游泳啊 健美操 广场舞 那美国的女生呢 她们不是很关注体重的这个数字 她们更追求的是身材的那个曲线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的健身房 健身 你会看到橘铁的女生不比男生少 经常看到一个闺蜜 举着另一个闺蜜脸的场景 可能是为什么我闺蜜从来不跟我去健身房的原因 那我本人呢 是觉得无氧和有氧一样重要 现在这里提醒大家 不管你是做无氧还是有氧 这个膝盖的关节 骨骼肌肉什么的保护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每次运动之前 一定一定一定记得要热身 我之前就是橘铁啊 深蹲从来也不热身 然后也没有保护好我的关节 然后导致自己的膝盖用过度 很长一段时间 它基本就是废掉 后来我跟小伙伴聊 然后找到了这个神器 是一个英国的朋友给我推荐的 叫七海渐落冻骨骼片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品质 他跟我说呢 是同时可以养护你的骨骼关节和肌肉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但是吃了它之后 确实膝盖是没有以前那么的疼了 然后发力的时候 我的骨头和肌肉也没有那么的别扭 健身之后呢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去橘铁 那你健身之后 需要快速的补充蛋白 我喝的蛋白粉就是这个 这个瓶子 你要自己去找 就是这种V protein 原本的计划是把这个刚喝完了之后 拿这个刚刚腌酸菜 但是我去年买的到现在都没有喝完 这个蛋白粉呢 有20多个口味的 我选的是chocolate or coffee Mocha Cappuccino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口味 大家应该喝过蛋白粉 都会知道该怎么操作吧 就是里面有个小勺子 然后你挖一勺 放在一些水里面 然后摇摇摇摇 像以前喝的摇摇乐一样 非常方便 快速补充蛋白粉 然后呢 从吃的方面来讲 咱们国内呢 有很多很多的结实方法 想当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跟室友试着这个 21天减肥法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不仅没掉下去几筋肠 我也在几筋肠 美国这边呢 也有不同的结实方法 相对来说 就更加的科学合理一点 比如说他们会在饮食的同时呢 配上很多其他的补剂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 那句话三分练七分吃 它是真的 我其实呢 一直都有健身的习惯 大家看我现在还是这么远不动动的 就因为我关不住我这张 该管住的嘴 其实我来了美国以后 美国人的肥胖率 它是很高 因为他们的饮食 怎么说呢 人家吃肉是纯吃肉 就是一大盘 什么都没有就是肉 然后其他什么蔬菜 沙拉都是配菜 当然你还可以把这些配菜 换成薯条 那当然我会把它换成薯条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饭后甜点呀 这些东西 含糖量都非常高 所以我刚来以后呢 就 就膨胀了 我以前从来不抱豆 来了之后开始狂抱豆 然后光网已进 不往外出 就像枪肠动 后来小伙伴们告诉我说 这边的人都习惯吃一些维生素啊 纤维要来帮助肠胃的消化 就把我带入了坑 然后发现这个Meta Musil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煸味饮料 这个我看了一下 我们国内也有翻译过来叫美大师 它喝起来呢 就跟那果真是一样的味道 在吃完了一顿大餐之后 油腻腻地觉得自己特别脆恶的时候 喝一杯这个 就让你的排便变得很爽 减少你的罪恶感 但是它是会让你通电变得很顺畅 不会让你拉肚子那种 那这个饮料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你倒完水之后 一定要迅速地把它拌开 不然它就会变成一块一块 你看很恶心的样子 然后迅速地喝下去 喝完了之后一定要喝大量的水 不然你会变腻 我知道很奇怪 它不是帮助排便吗 但其实是因为它需要吸水膨胀 吸附你肚子里的油脂 然后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所以这个缺点我还是觉得可以忍受的 我喝了它个人的感觉是 我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拉了 然后肚子也会扁一些 因为你的肃变得 最后一个呢是一个苹果醋 我一般呢是在两餐之间兑一勺 我发现喝了这个之后呢 会抑制我的食欲 让我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热 然后狼吞虎咽 但它这个味道真的是 这是臭 酸臭酸臭的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先闻一下 再喝 Apple Cider Vinegar呢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还有的人把它当成面膜 涂在脸上 我不能忍受我的脸是那么的酸臭 所以OK I'm not going to try 那今天简单的聊一下 中国是美国是减肥之间的差别 也聊了一些 我自己在用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呢 健身都不应该是 单纯为了减肥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健食健身也是因为 它会让我的心情变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为了迎合别人的审美 而去委屈自己 是一些不健康的方式 这些东西呢 都是你可以用来辅助你健身减肥 同时又能保证你健康的食品 希望对大家这场减肥的十九战有所帮助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See you me Bye by bwd6